好 接下来带您看北溢高速公路的彭山隧道 今天下午发生惊险的火烧车意外 有一辆国光客运突然在隧道里面起火 幸好当时车上并没有乘客 驾驶赶快自行把火势扑灭 新北市消防局在下午2点50分接获报案 立刻派出人车前往抢救 但是赶到现场的时候 国光客运的驾驶已经自行扑灭了火势 而当时车上没有乘客 驾驶也没有受伤 估计这个起火的原因有可能是轮胎发生了问题 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 国道5号北上车道只能够维持单线通车 宜兰往台北方向也因此出现了塞车状况 最严重的时候回堵长达了十几公里 等到出事的国光客运被拖掉离开之后 现场才恢复双向通车